中橫陽頭山7號凌晨發生一起山難事件 兩名國防醫學系的學生沒有申請入山的情況之下 就跟著一名有申請入山的料性男子一起上山了 沒想到凌晨5點左右 22歲蔡信學生突然衰落50公尺深的邊坡 僅消花了5個多小時才接觸到傷患 也請求空勤直升機協助吊掛 不過學生送醫之後還是宣告不知 5 6 好 停你去 救難人員數著節奏賣力往後拉趕緊救出失足登山客 小心翼翼把登山客慢慢拉上空勤直升機 大家同心協力和時間賽跑不放過一絲希望 搜救人員要趕緊將他送往醫院 醫護人員早就備好單架 一看到空勤直升機落地立刻衝上前 因為登山客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黃蓮秀林鄉楊頭山 起好發生一起山難死傷意外 就讀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的蔡信實習醫生 跟著朋友去楊頭山 三人凌晨2點多入山 卻在5點多爬到3.7公里處時 蔡信實習醫生失足衰落約10公尺深的山谷中 那我們的人員趕到現場之後 在下午3點左右接觸到了 但是這個患者已經歐卡了 不過我們為了搶救時效 我們還是將這個患者 盡速的拖移上步道之後 然後搬運到空曠處 立即申請空勤直升機 出動多人搜救 但送醫後仍然傷重不治 其實楊頭山為百月之一 攀爬有一定難度 雖然不用入山證 但需要申請太魯閣國家公園入園證 但三人當中 只有一名六姓男子有申請入園 實習生和另外朋友 因為是臨時起義跟著去 所以都沒有申請 沒想到卻發生憾事 記者綜合報導